春天就下擺脫負擔 幻中BB两年最多省3300 120枚每月888 还加着幻中金2000元哦 比比BB比较好 说到泼水节要举办的地点华星街 这里可以说是中和区最具有异国风情的街道 这里蕴藏着好多特别的文化 不管是宗教信仰还是缅甸华侨自己的故事 还有即将要到来的泼水节 都让华星街成为非常具有独特风貌的小世界 来看华星街的泰免文化相关报道 华星街这条充满异国风情的街道 大约居住了三万多名的缅甸华侨 他们当初面临的缅甸政府对于华人的诸多限制 因而纷纷向台湾移居 为了就近互相照顾 家人或朋友的聚集处 也就让后面移居到台湾的缅桥 跟着住进了华星街 形成了现在街上的独特风貌 从缅甸大学毕业的缅甸华侨蔡永长 因为在缅甸生活辛苦 因此从缅甸出来 又到泰国才进到台湾 便爱上了这块宝岛 以前早期早来的前辈们 他们就在华星街开始住好 再后他们接他的亲戚朋友 他们来的时候 他们都对台湾都不熟 所以谁接来就是跟着他的亲戚住在他附近 好像方便照顾 这样就慢慢慢慢 华星街那一带就忍越来越多 街上的招牌除了中文以外 也都特别加上了缅文 拥有一国风情的复合式料理餐厅在这里开设 还有专卖缅太食品的杂货店 南洋著名的零食 咖喱香料 酸辣泡面都可以在这里轻易的找到 还有榴莲糕或是虾松 都让许多人大老远也愿意专程来购买 因为这里简直就是道地的缅甸街 在街上 你可以看到许多缅甸华侨 在这里点一杯印度奶茶 一做就是一整天的时间 和朋友聊聊天 随心自在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充满家乡味的酸辣美食 也让他们如鼠家珍 充满骄傲感 因为华星街 早就已经是他们真正的家 华星街是我们缅甸华侨 跟别的华侨 还有台湾人很喜欢的地方 很多吃法是印度人的 鸡肉产包 产包的意思是鸡肉 印度饭 还有云南巴巴斯 还有印度的奶茶 前程的摩拜佛祖 这位是已经来台湾居住 超过28年的云南达法师 许多华侨来台湾时 因为中文不流利 环境不适应 信仰的南传佛教 便成为他们生活上 最重要的寄托 也因此法师 就成为他们的力量 缅甸人不仅礼佛 对于出家人 也是极度的礼遇 人们对于供养僧侣 都认为理所当然 是佛教分支里面 比较特别的一派 对于为了 对于多半年 又会认为 谢谢 联系 我 以前 自己 没 没 什么 你 你 在 你 不 不过来把他做的 所有的一片 你就带着台湾腰 要在那里 可以带着一面一起的 而位在华兴街附近的 中缅南传佛教协会 假日都有学习课程 以及小沙明短期出家的活动 希望能够让孩子从小就礼佛 也让他们品性能够善良端正 而短期出家 就像是短期的修行 多属于象征性意味 期盼能够让小朋友 获得更多的智慧 因为我们的佛陀佛教 我们的佛陀佛教 我们的佛陀佛教 也因为对佛教的信仰虔诚 因此缅甸华侨相当重视家乡的 传统节庆 泼水节 是传统免泰的新年习俗 也是俗称的玉佛节 华兴街的泼水节相当出名 水在缅甸以及泰国人的心里 代表着纯洁干净 因此将水洒在他人的身上 也表示着去除污秽和罪恶之意 近几年来配合政府 一乡一特色的政策 越办越盛大 间接的也行销华兴街 让一国文化融入在台湾的文化当中 但其实泼水节 除了泼水除去厄运之外 还有对长辈尽孝道之意 帮父母洗头洗脚都是有的 关于缅甸泼水节 它不只是一个泼水 还有别的很多意义可以做 泼水节也是一个新年 缅甸的过新年 所以也可以做一些 对父母对长老 就比如说洗脚洗头 搬洗澡什么都有 今年虽然水情吃紧 但是政府仍然想出了创意 又不失乐趣的泼水节活动 希望能够让民众一样玩得尽兴 一起迎接缅甸新年的到来 其中包括了邀请缅甸高僧礼佛 御佛 诵经等宗教仪式 还有创意造型大赛以及有趣的游戏 甚至上千份的南洋美食 都可以免费体验 希望借此能够让缅甸华侨 一解思乡之情 也让市民朋友 对于多元文化 能够有更深入的了解 一起更爱台湾这块土地 中嘉新北新闻综合采访报导 春天就是要摆脱负担 换装BB两年最多省3300 120枚每月888 还加价换装金2000元哦 比比BB比较好